一艘渔船冲破几十米的高浪 迎着恶劣的天气艰难航行 而就在这时 水手突然指着船里大叫起 一个水手没反过来 瞬间就砸飞 水手们见状 纷纷拿起武器上前 可是都只是上去送人头 有人直接被巨蟹怪撕成两半 塞入了嘴里 最后船长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怪物 拖着一个水手跑到船舱里 进去之后就没了动静 船长认为还是要派人下去查看一番 于是开始抽签决定人选 船上最结实的大壮直接中标 可他诡异的一笑 直接叛变 紧要关头 话语拳掌握着拳头硬的人手里 大壮直接推举船长下去 被手下背叛的船长 只有强装镇定走进船舱 可才刚下来 巨蟹怪瞬间就从角落里 扑了出来 船长见状把腿就跑 可巨蟹怪似乎不是很饿 很快就缩了回去 接着掏出了半截尸体 再把触手钻进尸体 死去的水手瞬间 就变成巨蟹怪的船声筒 船长不愧是船长 不仅没被吓死 竟然还开始谈判 船长说可以带你去灰腾岛 但条件是 你不能吃我 并且要让我全权指挥这条船 然后船长又让巨蟹怪 吐出一滩还未消化的肉泥 自己从里面翻出了一把钥匙 随后华丽转身 毫发无损地回到了甲板 大家看着他 一脸震惊 只见船长以最快的速度 跑到了休息室 用钥匙打开了箱子 拿出一把手枪 此刻他从掌话语权 五米高的巨蟹怪 吐出了还没消化的残羹剩饭 男人一脸嫌弃 强人恶心 将手伸近着贪念乎乎 湿搭搭的物体中 不知翻找了多久 终于找到了想要的东西 这把钥匙能帮他重新掌握主动权 这个男人是这艘渔船的船长 一天前 他们在捕一钓沙时 碰到这只杀人巨蟹怪 巨蟹怪一上船 就大开杀戒 船上剩余的人 也岌岌可危 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成为 怪物的盘中之餐 为了解决这个困境 船长提出抽个签 决定谁去对付巨蟹怪 但从这张画面可以看出 签只有八个 可另一个画面 能看出船员有十人 也就是说 除去拿签的老头 船长仗着自己权力地位 要跳脱规则之外 两个黑人都没抽中 大壮抽中了 但他拳头够硬 瞬间就掌握话语权 立马反转规则 指定船长去解决巨蟹怪 身份的转变就在这一瞬之间 而本应该去威胁的船长 又因为和巨蟹怪的谈判 重新拿回了自己的权利 回到甲板的他 告诉众人和巨蟹怪的谈判条件 后面这一段剧情 展现出船长 心机的人性把控力 他告诉大家必须要为保巨蟹怪 不然他会乱杀人 然后就沉默了 故意把问题 抛给其他人选择 或者说他是故意 让大壮去选择 因为他是最自私的男人 他当然也预料到大壮 会选那个受伤的光头黑人 而黑人哥哥当然极力反对 这时船长已经操控了人心 直接提出让大壮 第一个威蟹蟹怪 这时提出肯定没人反对 因为大家都目睹 大壮毫不犹豫的 就要受伤的人去送死 如果自己后面受伤 是不是也要被大壮 送去威蟹蟹怪 于是大壮出局 接着船长叫上 所有船员开始商量对策 灰腾岛的路程其实并不远 但岛上生活着很多平民 送去蟹怪过去 人们绝对被吃的一个不胜 接着船长对众人 说出了另一个选择 那就是把巨蟹怪 骗到另一个没有人的荒岛上 船长见众人没有回应 于是开始了一场无记名投票 很快结果就出来了 开票前船长对着众人说 其实他刚才分指的时候 偷偷做了记号 所以知道所有人是怎么选的 竟然有两个懦夫 选择让岛上的平民去死 听到这 水手们似乎都非常心虚 接着船长拿出手枪 让黑人哥哥别挡着 站到光头弟弟面前去 面前的男孩 害怕地闭上了眼睛 下一秒 一箭双雕 兄弟俩双双出局 成为了巨蟹怪的食物 可从刚当男孩的表情 告诉大家 投票去灰腾岛的 并不止两兄弟 那么 为什么要杀他们呢 五米高的巨蟹怪 霸占了一艘渔船 还向船长提出了无礼的要求 他要吃人 这意味着 每过一天 就有一名船员被送进巨蟹怪嘴里 生死存亡关头 人性的黑暗面展现的淋漓尽致 你作为这艘船的船长 在这危机关头 你所有的船员 都背叛了你 甚至想要趁你熟睡 偷袭杀你 你会怎么做 这位船长的选择是 最后船长靠着手枪斧头 单枪匹马干掉了所有人 才解决完这边没过多久 巨蟹怪就又吵着要吃肉 船长连忙下去查看情况 这才看到地板上 竟然出现了一大群蟹宝宝 看来是因为要养活孩子 所以巨蟹怪才要去灰腾岛 从而补充更多的食物 船长让巨蟹怪不要着急 说很快就会到达灰腾岛 然后就返回了甲板 但巨蟹怪不知道的是 此刻 渔船已经经过了灰腾岛 正往无人岛开去 突然箱子传出动静 打开一看 是不愿参与偷袭的老头 躲在箱子里 船长表示原谅他 两人一起把其他船员的尸体 扔进了船舱 这可够巨蟹怪母子百人 饱餐一顿了 两人正搬着尸体 这时船长却突然说 其实选票没有记号 然后一把将老头推下船舱 此时船上只剩下了船长和巨蟹怪 随后船长来到地下室 拔出刀砍在了木桶上 里面瞬间流出了 大量御雕杀油 然后一边解释道 他们补玉雕杀 不是为了他的肉和皮 而是为了他的油脂 因为这是目前市场上 最好的能源 说完就帅气的 打爆了旁边的油灯 火星落在油脂上瞬间扩散 船长拔腿就跑 巨蟹怪之道被骗了 狂追而来 可速度不及火焰快 淹没在火海之中 而船长早已成功跳船 爬上了提前备好的小船 问题来了 船员的投票既然全部一致 那为什么独独要杀黑人兄弟 小编的理解是 船员们各怀鬼胎 船长都能一一击破 但唯独黑人兄弟非常团结 试想一下 要是他们活着 船长还能成功生还吗 有人说糟糕之旅中 船上包括船长在内 全员恶人 也有人说 船长是保护岛民的孤勇者 你如何认为呢 评论区留下你的想法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短片叫做 糟糕之旅 来自爱 死亡和机器人第三季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